某天,我在和朋友一起外出游玩的途中遇到了车祸 在昏迷中,我被人拖走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和朋友在一个房间中醒来 一个神秘人告诉我们,如果想要离开,就要帮他找到24块积木 好吧,这个任务似乎也不是很难 很快,我就找到第一块积木,干得不错 诶,不错,又找到了一个,赶紧把他们放回剧院 诶,这个带王冠的蓝色胖子,是什么鬼 哇,还好我躲箱子里面了,差点被他给抓住 OK,最终我们积极了所有的积木 谁知道,神秘人又让我们帮他找散落在各处的零食 诶,好吧,这次除了蓝胖子,还多了一个会打太极的绿色怪物 虽然他的手很长,但是他是个瞎子 所以他是看不到我们的 很快,我们集齐了十五大零食 没想到,食物的香味,把一个橙色的怪物吸引过来了 而神秘人又让我们帮他找到十根二极管 哎呀,真的是没完没了了 我想回家 这次的任务刚刚开始,我就遇到了危险 差点被蓝胖子给抓到 还好我急着,藏了起来 听说被他抓到的人,全都被吃掉了 而且除了蓝胖子和绿瘦子 这次又出现了贪之鬼橙色 以及躲在下雨道里面的老六紫色 这个地方真的是越来越危险了 不过最终我们还是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谁知道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电源又坏了 哎呀,我们只好拿起手电筒,帮神秘人寻找电池 哎呀,这里真的是太黑了 到哪里寻找电池啊 新人的是,队友很给力 我们很快修复了电源 这下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但是神秘人说还要给我们办一个欢送派对 而且蓝胖子也会参加 呃,你确定这是在欢送我们吗 这也太刺激了 最终我和朋友逃到一个房间 合力推走了堵在洞口的积木 踏上了逃生的木板 这一场激动人心的追逐中成功逃了出来 哎呀,我的队友怎么还不出来 喂喂,那里很危险的 快出来啊,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不好,蓝胖子追过来了 哎呀,你 这大伙怎么又钻进去了 快出来啊 直到最后我才知道 原来幕后的神秘人 就是这个长得跟苍蝇一样的兔眼博士 等着吧,下一次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一定会让你带来的兔眼博士 是这个长得手的兔眼博士 是这个长得手的兔眼博士